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踏入了顶流 品牌代言等各种各样资源也接踵而至 发展前途一片光明 的确这般 虽然不好运的事经常发生 但这种说到底全是萌萌细语 没办法危害到肖战的发展前途 教育工作者眼中的肖战发展前途十分光明 只不过是幸运大起大落 较为艰辛 实际上这种说白了的大起大落或是艰辛 一开始的确给肖战产生了许多不便 这一点 肖战在接纳访谈的情况下也提到了 终究肖战也是个平常人 一开始碰到的情况下 肖战当然也没有办法那么快解决 但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 肖战很显著 早已更改了自身的心态 心理也越来越更为强劲 再再加上粉丝们全力支持 肖战每一次亮相都十分信心 高挺 它是大家想要见到的肖战 如今的肖战 非常少去理睬在网上的侃侃可可 大量的时间用在工作上 前不久还出席了星光大赏 也隔三差五 应要拍摄公益宣传片 再加上很有可能出席的跨年晚会 肖战真的比较忙 2020年将要以往 高兴也罢 不好运也好 都将要变成过去时 新的一年里 大家都期待肖战能够顺顺利利 健康平安 有关祝福的话题讨论 大家早已谈了许多 实际上对肖战的最好是祝福 便是一直适用肖战 幸运尽管大起大落 可是大家永远都在